各位好,欢迎来到聊聊,我是三三 如果你想要在职场中生存 那么你必须要遵守以下的基点原则 职场中的人际关系是非常复杂的 想要在一个公司里做出业绩,实现自己的价值 往往工作能力不是最重要的 而最重要的是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 也有许多文章是教给大家如何迎合自己的领导 如何处理与下属的关系 可是不管有多少种方法 但是以下几条都需要大家格外注意 这个也是在职场里处理好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关键所在 第一点就需要我们学会表现 有些人只会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的工作 他做的也很好 但是与他相反的 有些人并不需要做多少的工作 做的工作也是差强人意 但是领导提拔的时候 总会提拔那个做工作差的 而没有提拔他 这难道不奇怪吗 这个时候他就会抱怨不公平 觉得自己的努力都白费了 可是这也从侧面说明 在职场里不是一味的工作就能有好的回报的 我们做了这项工作就一定要凸显出来 这是我们做的 如果没有表现 领导怎么知道是你做的呀 员工这么多怎么可能会想得到是你呢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做完了这项工作 马上就去找领导汇报 这样才能让他对你留下意想 就比如以后有升迁的机会 领导都不认识你 怎么可能跟你升迁呀 所以学会表现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点在职场当中不能犯原则性的错误 这一类错误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 就比如一个人爱贪便宜或者爱偷东西 或者工作中出了重大的失误 这些都是不能有的 那这些原则性的错误将直接葬送你的职业生涯 当然了 这种错误其实不仅仅在职场当中不能犯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同样是不能犯的 因为有些错误 它已经不是受制于公司的规章制度了 而已经是违法犯罪了 想一下 如果你自己是老板的话 你会用一个有污点的人吗 没有污点是人处事的基本原则 守好这个原则才有谈实现目标的条件 第三点就是不要随便离职 这一点相信大家都很容易理解 在公司面试的时候 你的简历当中填了七八个公司 你这样让面试官怎么认为 他会认为你在这个公司也不会长久干下去的 那么你也不可能受到录用 所以说只要公司可以 并且没有受到小人的恶意陷害 或者领导的打压 都可以按部就班的认真做下去 如果我们频繁的换工作 到哪里都认为是工作不好 急匆匆的就离职 这样的次数多了 你一定就要想一下自身的原因了 到底是工作不好 还是自己不会适应环境呢 假如我们打拼的公司不行 要么拖欠公司 要么就是家族类的企业 只重用自己家的人 或者小人太多 那么这样我们才选择离职 所以在离职之前 一定要想好不能盲目的去做取舍 以上几点原则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的 因为工作关乎着我们的生存条件 也关乎到了我们的社会价值 所以千万不要触犯这几条 否则的话 围上了某种污名 可将会影响你的一生的 好了 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职场的内容 也会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聊聊 咱们下期再见